我先 看一下姐 就是那个七八月 我刚好七月去日本 然后八月去新疆 看儿子 对 然后去日本是因为呢 我跟我妹约定 我们每一年有一个姐妹的旅行 那因为她最喜欢日本 所以我就说好 那我们每一年 我们就约好一个时间 然后去日本玩这样 然后像通常啊 像我来介绍一下 我去日本最喜欢住的这个 这个吗 这个酒店 是哦 我最喜欢新宿 然后因为新宿呢 我觉得晚上 其实到多晚 其实你都有地方可以去 可以逛街 它有24小时的冬起冬起 吃东西啊 或者是说你可以走去歌舞伎丁啊 其实那边都很热闹 吃东西 然后我最喜欢住的就是这家 那个小田级四季南越酒店 那像我们有时候去 行李很多 我们就叫车对不对 可是像如果说 东西没有那么多 或者是你要省预算 旅游预算的话 其实机场不是有 立木金巴士吗 对 它就会经过这个饭店 所以其实你直接坐到 这个饭店门口 然后下行李 直接推进去就check in 方便 对因为像在日本啊 像他们的那个 日本的捷运站啊 或是什么 常常有高高低低的 那个楼梯 对 其实搬行李 其实不是很方便这样 它真的很方便 它隔个一个空桥 就是大业高导屋跟TOKYO HAT 然后在右边呢 它就是新宿车车 它里面有JR线啊 什么线都有这样 然后 这很方便 对 然后再往前它有东西东西啊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 KO的金网百货 然后因为我们每次去新宿 一定要去逛伊斯坦百货店 对 所以它走到伊斯坦 其实大概十分钟了 太方便 请问妈妈可以走吗 妈妈可以走 因为沿路 是舒服的 是舒服的 因为沿路有吃有喝 还有那个很有名的可力饼 有没有 都在这条路上 除了这些店 还有药妆店啊 什么店其实都有 所以我最喜欢住这个饭店 而且它 第一它很干净 然后其实我发现 台湾人住的并不多 它很多都是香港人 然后像我朋友很多 去住日本的饭店 都是饭店很小啊 行李箱都打不开啊 我朋友有一次说 他那个行李箱 还要拖到走廊去开 然后后面还有人走来 这么小 对 可是这个饭店呢 它里面除了两张床之外 我们带四咖大行李 都还可以整个打开 所以是真的很大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边桌 然后夜景很漂亮 我很推荐这个饭店 不会很贵啊 不对啊 价钱 因为你去的时候七月 应该每年最贵的时候 大概 八千多块 台币吗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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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用方便性来节省那个时间 对 你家里有老人家真的很适合 这样子这个周围要吃 方便 然后他万一晚餐没吃饱 对不对 还可以带他去吃个宵夜 而且那个像对面那个 就是高岛屋楼上全部都是餐 超好吃 超好吃 Takashimaya这个高岛屋 是 的十三楼 有一个全世界 你死之前一定要去吃的 这么严重 大猪排 这些猪排也真的 是大猪排 这个超好吃 这个超好吃 这什么名字 十三楼 只有一间 十三楼只有一间 但是它十四楼跟十二楼也有一间 也是炸猪排 要十三楼 但是它在十三楼 这么厉害 你 它百货十一点开对不对 你十一点进去 它已经排满 超好吃 我每一趟去 我妈妈 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都一定坚持 第一站一定要先去吃 这么多 它里面有一家寿司店也超好吃 也好吃 它那个十二 十三 十四楼的 那个美食店 而且不会硬碰碰 对 一般是炸猪排 一点油烟都没有 空气超好的 所以 然后我住那个饭店 我第一站一定先去大业高导 我的地下 我先买当季的水果 因为水果 水蜜桃 你又不能压也不能干嘛 然后呢 所以你买了以后 就要赶快拿回房间 房间吃 然后再出去逛街 对 不然的话其实 因为他们的 就是他们百货公司都很早关 对 可是你逛完回去之后 你根本买不到 来不及来不及 对 然后就是 然后我妹妹她男朋友 我很喜欢篮球 这个是我们在原宿的 新宿一条街 那个有一个叫23 那个Michael Jordan的店 买 然后我八月的时候去新加坡 然后这个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它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在风景区旁边的 小店其实是很好拍照 蛮漂亮 可是不好找 然后因为我这次去的时候 我刚好碰到那个 新加坡的国庆 烟火 烟火 对 然后我儿子就带我去金沙 看那个烟火 真的全部都是人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真的是不在台湾 因为旁边都是马来文 印度文 英文 什么文都有 很好玩 然后我要介绍就是我这次去 就去两个地方 战利品 像这个包 好喜欢这个 不是 因为其实 我去新加坡 其实小孩他们平常上课的时候 白天我就没事干 我就在那边晃 那新加坡只有一家勾雅的店 对 然后那天我就是很无聊 我就想说那排队 我就想说排一下好 可是很奇怪了 前面的人都空手而出 你知道吗 然后轮到我进去的时候 没东西 没东西 没东西或者是买不到他想要的 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 那个售仇师看着我就笑了 因为我那天穿得很美 我就回我打扮了还不错 然后那个是男售仇师 他就说 小姐你要什么 我说 我心里想前面的都没买到 我说 我不好意思跟他说我要Hobo 你知道 我说我不敢讲 他就笑了 他说那你总要告诉我 才知道你要什么 我说 请问有那个Hobo吗 然后他就看看我 要这么温柔 原来要这样子了 不是 然后他就笑了 他就说 我们都不对啊 对啊 有没有Hobo啦 不是有还是没有啦 叫你主管主管 不是 不是讲要叫主管 不行啊 不行啊 然后人家都认识你不可以 好好 对啊 然后 然后那个 然后他就说 我们刚好有一颗 然后刚好 他说可是没得选 只有一个颜色 我说什么颜色 他说酒红色 然后我心里想 酒红色很少人拿酒红色 酒红色看起来是不是很老 他说小姐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说好 然后他就拿出来 我就看一看 我说很美 真的没得选 他说真的没有 他说要不然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 你要什么事 我帮你订 可是要三四个月才会来 我说我没有住这里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要这个 那我就护照拿出来 我说那我想要退税 他说 这个不可以退税 有不能退过吗 我说我是观光客 我为什么不能退税 他说因为这个包 我们只卖给新加坡人 或是PR永久居留 不卖给外国人 第一次听到 对啊 然后我就 为什么 第一次听到 然后我就说 然后因为我妹那时候 买了一个钱包 然后我妹就说 那我这个可以退吗 她说你这个可以 可是这个不可以 所以是真的 只有这个不可以 然后那时候买的时候 她就说 小姐我们也需要你的 新加坡的电话号码 因为要证明你是当地的 有在这里住 对 然后我就说 我没有 那我写儿子 对 我写我儿子 对 所以就是因为 那多少钱 就是没有退税的话 大概八万多块台币 那很难买 对 难买 你代购十万都买不到 真的 因为我不会跟代购买东西 所以我想说 没有买到就算了 然后其实 就是因为新加坡这半年 我认为她汇率涨得很高 因为我今年二月去的时候 她是一比二十三点五 可是过了半年 她现在是一比二十四点五 然后她的消费税 现在是九% 对 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新加坡 玩的时候 我觉得新加坡 其实我很喜欢新加坡 就是她是一个很安全 很舒服的国家 小而美 我们可以扣税 就是扣那个九点多%的 你扣不到九点多% 因为政府还要收那个 就是服务 对 观光客的一点 所以你大概只能扣到七 七点多 OK啦 OK 然后就是这两个 其实都不属于 都不属于这次去旅行的范围 因为我在台湾机场 我就撇了 还没出国就先买了 对 因为我是朋友 很好逛 对啊 超级好逛 而且你现在是畅销女座机啊 一定要犒赏自己的家 结果已经试刷了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 真的 然后就是逛一逛 然后我看没有什么东西要走 然后突然就想说 看到这个戒指 我就觉得它很可爱 很可爱啊 它可以配 它就是那个STOOP系列 就是锚钉系列 比较新款的 然后它就可以拿来配在 我所有的那个戒指上 你要迭代 对 这样就很可爱 这样子 对 所以我那时候买了 想买这个就要跟 销售哈拉一下 我说那买这个 有其他东西可以看吗 有没有什么可以 对 所以是入门 对 就要开始聊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何小姐 我想你可能什么都有了 可是我进去看一下好了 他进去看 我说好 那你看一下 我去上个厕所 回来 他就抱着这个盒子出来 他就说 何小姐 我们真的 里面我想也没有什么 就是你会喜欢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蛮特别 而且是很多VIP都买不到 而且正在一旁 然后我就在想 你不能笑喔 为什么 你不能笑喔 因为这个 该不会就是那个空盒子吧 因为我买了这个 他一打 我就想说这么小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一拿出来 我就想说 好像还不错 给你们看一下 好可爱喔 哇 可爱喔 这个很难买耶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还很不好意思 他说何小姐 我们只有这个 是VIP都在找 而且很不容易买到的 很难 那因为我知道这个包 是2000年的千玺娃娃 Kelie Dole 我那时候没有买到 然后这个是2021年 他出他的缩小版 完全等比例喔 然后你看嘛 他的手 都可以折 我的天 然后想把他喷下去 可爱就这样 然后他的脚 然后你看他 他有三个颜色 蓝色 白色跟黑色这样 然后你看他的眼睛 是很可爱的 好可爱喔 然后他的鼻子 这真的就是等比例 他整个都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我就 可以放东西啊 刚才放耳机 可以放耳机 对可以放耳机 他说可以拿来放那个AirPods 然后我就想说 我实在不敢跟人家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 这个多少钱 因为我想说一个掉是 了不起六七万顶到天了吧 结果 十几年 怎么了 这个要 十五万牌 十五万牌 那个 不过耶 看 麦姬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人家上风 五万 五万 你看他的工艺 你看 我的天啊 太可爱了 麦姬 所以你知道吗 我明明已经快要登机 我就钻了 想了很久 因为要么我就两个都不要 要么我就两个都一起带 对 零一百耶 就是我妹在旁边翹鞭骨 姐 买了吗 姐 不可以 你这么辛苦 我也不知道有辛苦在哪里 她会看说 姐 可能你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那个店了 你买了啦 对 我不敢跟 我连我的闺蜜 我都不敢跟她说 这个多少钱 可是我只要这阵子 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拿出来唱 我就只要 好可爱 很可爱 好啦 再多赚一点钱 对 她的手就这样 对 她会拥抱你 拥抱你 拥抱你招财 多好 谢谢心梅姐